我说的是梦中梦中梦中梦 从影像所创造的景观作为展览起点 艺术家黄宜嘉、吴博威 使用喷漆图像与动态录像 相互交叠出异于日常的感知体验 Signal Z策展人庄伟茨 已诞生于网络时代的Z世代 经历后现代社会下所出现的各种现象 作为展览主题 邀集15组Z世代艺术家 企图呈现Z世代处于后全球化时代下 真实与虚拟世界中随处可见的各式景观 这个展览其实引用了有一个社会学家叫鲍曼 然后他有一本书叫《易态现代性》 基本上从21世纪以后 他认为我们的社会进入一个易态的状态 那所谓的易态指的是流动 然后他认为其实唯一不会改变的事情 就是变迁、流动这个状态 那引用这样的想法 我去思组的是在台湾的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里面 怎么反映这个现象 他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这次邀请了15位族艺术家 他们的作品从对于影像经验的探讨 然后流动空间、流动情欲的探讨 再到这个身体、身体跟影像的关系 或是时间的关系 以及地方景观的变迁 他其实反映出了一个不断变化、模糊 然后暧昧难解的状态 展览指向平滑影像、流动空间、当代身体、消散风景 四个议题 让参观者从作品中感受到艺术家在现实生活中 感受的零零总总 属于意态时代中共通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比如说以影像来讲好了 第一个区块 就是有一个关键字叫平滑影像 那所谓的平滑影像讲的是 像我们在看手机 你非常非常快速地在滑动的时候 其实所有的影像 你是在一个不清晰的状态下去接受它的 因为你不需要一直盯着它看 可是这种影像经验反映在绘画里面 你看到的是艺术家开始用喷漆画画 他画了一个很像影像感 很有影像感的作品 然后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 艺术家或者是画家更强调笔触 你会发现它有一个比较粗的 比较粗广的笔触 比较快速的笔触 去回应这样的影像经验 所以这个是绘画跟图像的部分 然后再来是刚刚提到空间的部分 有的作品其实在谈 同志跟酷儿的情欲 如何在公共空间中流动 然后也会谈到 实体跟虚拟空间的这个交换 就是空间流动的状况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生活 其实有一部分是在虚拟空间里面 那艺术家如何非常聪明地 聪明地意识到这一点 然后用一个艺术的手法 表现在作品里面 然后再来是关于当代的身体 其中一个作品在谈的是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生活 其实是被一个循环的时间制约的 比如说周年庆 比如说1111 其实你会很不自觉地 跟着这样的节奏在动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们喜欢拿着手机走路 边看边走 其实我们的身体跟影像 也有一个这样分不开的关系 所以所谓的当代身体 是在谈我们如何理解 现在的身体跟这些资讯 或者是时间制约的状态 那最后一个部分是消散风景 消散风景其实在谈的是 先从一个艺术家家里的商行开始谈起 因为它因为火灾 然后再加上市场没落了 所以景观有一些变迁 它透过创作去追忆它的这个老家 就是阿嬷的杂货店 就是跟它的关联 然后接下来到2011大的空间 大家会看到不同的艺术家进入社区 或者是升级到桃园航空城 去理解那个都市计划变迁之下 我们地方的景观如何变动 就是它其实变更得很快速 有很多东西 私人情感跟记忆还有历史 其实都还留在那边 是来不及被处理的 那最后一件作品是 关于一个已经倒闭的产业 早期叫幸福牌的一个收音机 那艺术家把那个招牌 把他们的招牌从台南车站拆下来 去谈就是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台湾有很多传统产业 因为这样倒闭 那什么东西被留下来了 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透过这些景观的重塑 去理解这个变迁的状态这样子 台北当代艺术馆Signal Z 将于7月29号展出到10月22号 展览以艺术为媒介 呈现Z世代艺术家 对于当代艺态社会景观的多重描绘 引领观众一同获得回看生活的契机 记者领袭会台北报道 给大家看